我前天我就见了我15年前的同学 就艺考的同学 就是到现在为止 我们那个整个艺考的所有的学校的人 没有一个人在做从事演员那个行业 唯一留在娱乐圈里面 可能差点是我后来学了化妆身门技术 所以才留在了娱乐圈 所以刚才童老师说的特别的正确 我觉得是一个就是很多的父母 因为没有意识到职场 他们对孩子说就是 只要你能考上一个大学就行 所以艺考很容易进去了 但他们没有考虑到学完之后很难 但是我觉得大家就是还是 稍微带一些偏见的东西 就是其实艺术 艺术它就是个专业 这个东西就是在大学学的东西 就不一定是要运用到 比如说工作当中 就刚才童老师说 比如说好多播音主持的去应聘销售 这个东西就是我觉得 就是他学播音主持 然后最后出来应聘销售 如果他能在销售上做得非常好 也是非常好的 那以前的累积呢 我们不是说什么专业就一定要将来什么工作 但是如果全部大部分的 在这个专业当中 大部分的人都没有从事这个专业 那不是教育的一种损失吗 就是所以现在一个最大问题可能是 艺考变得特别工地化 对 我就这意思 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虽然我们看到不只播音主持专业 包括艺术专业不是做这个本职工作 其他很多大学的很多专业 其实毕业以后 就是这很多考生也并没有这种专业 任何一份工作都值得尊重 跨了行业不干这个也值得尊重 我们说的是非你莫属的这个舞台上 这么多人从事这个艺术专业的 最后很难找工作 所以我们在对所有的父母说 给他们有什么好的建议 对于艺考有一个正确的理解 不要一窝蜂就这意思你知道吧 对这是对的 就这意思 因为现在好多盲从的你知道吧 你今天面试什么岗位 比如说管理 然后因为做培训学校 我觉得它就跟做一个公司一样 就是我是完全地从白手起家 然后开始做 包括学校的包装 包括学校的宣传 包括学校的运营 全部都是从我 就是这12年来 一点一滴 然后去积累出来的 其实小伙子 我就想问你 你到杭州再开一个这样的学校 不就好了吗 我说的不正确一点 你老婆在这船 杭州好多 然后他至少对吧 老婆在这船 还有中国美院也在那边 这个是不允许的 不允许 对对对 他老婆那儿不允许的 对 是吧 包括我有这样的疑问 因为你一直在创业 那这个时候 其实你更多的需要了解杭州 比如杭州 这些年 多少的互联网神话 包括阿里 包括蚂蚁 我建议你 第一 选择创业 第二 如果求职 选择这样的方向 因为他写得很笼统 写主管 因为他什么样的单位 可以去做主管 要考虑这方面的情况 那你必须要在杭州吗 我是想的 就是在杭州 杭州周边呢 上海考虑吧 坐动车也就是一个多点事 现在咱是不考虑的 我从女性的角度 我挺理解锦文 可能你对于你自己 原来的创业项目 已经有了稳定的现金流 那你现在想跟妻子在一起 那到了一个新的城市 我看到你选择打工 也是从稳定先开始 那如果从稳定开始的话 你还是要聚焦到 到底哪个领域技能 用得上你原来的技能 同时的话 还能够让你去 找到两万的薪酬 那其实你要打工 做主管那还挺高的 至少在杭州这个城市上来看 那你就得是 匹配主管的薪酬